所以当我们带球的时候 一看到队友在后面 他又看着你 离开了那个角度 你就可以向上丢了 这个就是应这个粉丝的诉求 自从铺了一条片回力刀之后 有很多人问我是怎样做的 先利身一次 做这个回力刀是有机会弄伤你的肩膀 反正你都会练的 我宁愿教你不要弄伤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知道回力刀是怎样做的 我们先练第一个动作 你要将你的肌肉向前伸 然后手指最后那一刻 把球拉回来 太棒了 第一次拿着球的顶部 身前拉回来 记住你是要有个动作 彈的手向前的 但是手指回来 对了 手指回来 好 给你 第一你要脱到手出去 在球的顶部一样 在球的顶部 球的顶部 要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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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下去 好了 做了这个练习之后 我们回力刀就不是向下 是向上的 那就再难点 怎么做的呢 第一 我们要知道 我们先把球放下 我们什么时候做呢 第一你必须要在前面要有台戏的 看着前面的队友 然后我们是传播在它的头顶上传播的 然后那个球再回来 这个就是双手板 当年Hot Sauce那只呢 是单手板 再难点的 那个不做了 那个真的会受伤的 我们是这样拿着球 拿着球 拿到球的底部 这里 然后向前伸 跟着在底部向后折 再看一次 这样回来 所以当我们带球的时候 一看到队友在后面 他又看着你 离开了那个角度 你就可以向上掉了 当你很用力量 这样扭的手 是很容易扭到肩膀 我再说一次 通常你继续练 你要赢 又要付出代价 是会扭伤的肩膀 因为我是有扭伤的肩膀 还要不止一次 而换到今天的成就 明白吗 那你就可以脱去后面了 那你试试这样练 记住就是拿着球的底部 向后折 重点是什么 射入它 好 将来 决 决 谢谢大家